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 女佣能够提供的服务也日益的多元化 除了一般的家务是受过特别训练的女佣 也能照顾年长者或是体障人士 有女佣中介甚至计划能让女佣提供陪月服务 我们来看记者黎嘉宜的报道 本地家庭聘请女佣一半是为了减轻家务 另一半是为了帮忙照顾年长者或幼儿 为了满足日益提高的需求 有女佣中介会让女佣接受培训 学习如何照顾失智症患者或体障人士 学费可以从政府每年为雇主提供的 200元女佣补助津贴中扣除 目前本地有20多万个外籍女佣 女佣中介认为 这些女佣还可以提供更多服务 譬如照顾产妇和新生儿 弥补市场上陪月付的不足 按人力部的规定 除了本地人以外 只有马来西亚人能申请当陪月 有女佣中介建议扩大陪月付的来源地 并让本地陪月保姆中心 代她们申请临时工作准证 如果我们说带进缅甸工人 印尼的女佣 她们来要替代做保姆的工作的话 她们在自己本身的国家 是需要有这方面的经验的 医药护理方面有一些足够的尝试 如果新加坡政府开放的话 是有办法引进这批人 不过律师提醒 只有全职女佣才可以在家庭 为产妇提供服务 女佣以兼职身份提供陪月服务 是违法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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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